這支風水是集合了很多門派的精華 更加通俗易懂 還有很快就會掌握到風水學的要領 而且電視的準確度 比任何的風水門派都要準的 有一個相傳就是簡單易學電視旗準 迅速就風行起來了 所以用這個原理其實就是根據了一個聯酬學 還有一個叫做風水的用神 也就是沙水的要脅 過路陰陽就是指去到你家屋裡面 走過路過就可以知道你的陸親興旺 吉凶禍福 就可以知道你一生發生的事情了 過路陰陽在風水裡面也叫做聯頭派 還有一個形勢派的代表 那我就受邵偉華老師 就是這個易學泰斗的邵偉華老師 也將它稱為風水學的皇冠頂的明珠 理論是先天河圖 後天樂書 強調了先天為體 後天為用 什麼叫做先天河圖 後天樂書呢 我們以後在課程會和大家講的 就體驗到一個叫做配合了八卦和五行等等 以羅盤為精確的 因為它有一個羅盤就專門用到過路陰陽的羅盤 我會教大家怎樣去看 而且有很多圖有很多經驗 它那個準確度會超過很多不同的門派 我本身也是學了易經就學了易經很久了 而且我是收集了過路陰陽當年 精通奇門遁甲 案字二測法 神數二測法 已經有超過一千多個個案 有關工業種地 和陽閘風水 陰閘風水 在這套課程裡面 我們在高級班裡面 我會加傳一個歷代物傳的方法 舉手就可以知道大廈 建築物 店舖 以及住宅的吉凶 在門口裡面舉手就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掌握在很少很少的風水師裡面 只要你舉起他的手 就可以知道裡面的吉凶 以及所有的 有沒有坐旺山旺向 他都可以知道的 還傳受一個水的流動 風水的用神就是沙和水 高一寸為沙 低一寸為水 通過這個水的流動 可以知道這個城市 大的環境 或者中國環境的吉凶 有些人說 剛才這個城市好不好 你又有看河流 水是怎樣流動的 你一測就馬上知道 這個城市適合舊居 還是適合什麼呢? 展時間居住 還是不適合投資 都可以知道的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師傅將畢生的精力 研究了和見證了這套技術 就利用了這兩樣東西 征服了很多老師傅 包括前輩和其他本派的師傅 然後我們又會教你看陰宅 怎樣通過陰宅的石碑 才可以知道其吉凶 還有知道那個墳墓裡面出現什麼問題 然後相對應的洋宅風水會出現什麼問題 因為陰宅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來的 接著我們會傳授一個陰宅的植物 怎樣拔一個植物出來 就可以知道墳中是青少年或者男女 或者小孩子是由什麼因素而死亡的 我們又會傳授一個怎樣去改變陰宅的條理的秘法 僅僅是做一個石碑 用一些特別的東西來誘人的石碑 就可以改運 還有我們會教大家為什麼用中藥去調理石碑 調理整個龍脈 去將那個墳的能量增強 大家我們又會將物傳的一個口訣 還有一個物傳的操作方法 包括中藥的物品都教大家 這個是絕對超值 過路陰陽就有一個旺財之地 旺財之地我們就會解釋給大家 怎樣去看水法就知道有旺財 怎樣去看水法就知道它破財 那就根據那個羅盆裡面的二十四山 沙法 高一寸為沙 低一寸為水 沙法和水法都會進行解釋的 這個旺財之地其實很簡單 北方有幽靈 坐南朝北的屋子是不吉的 這個就全部都說出來 這些我們都會在上課裡面說 什麼門前有什麼會出現有盜察 門前有什麼會出現有什麼 會出現家庭不幸 或者是那些小孩會有膚折 或者是年紀大的人會出現有病變等等 都會講的了 還有有意外破財等等都會講的了 那有什麼水法呢 就會導致那些村的人會離開家庭 來鎮行謀生的 而且一路上坑坡的都會講的了 旺財之地其實我們就 因為今天就是只是介紹的 我們就不會再細講 這些都是一些圖片 證明到它有一個旺財的一個水法 九龍池我們所說的圓武是北方 豬爵是南方 北高南低九龍池是彎彎曲曲的河流 然後是環繞著這個家或者村莊 青龍為東白虎為西 東高西低 這些人就會有財有儀 不會有貧窮之苦的 因為郭露陰陽的密法是不受三元九運來控制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還有一個動糧之地 有什麼地方可以成為國家的動糧 成為一些高官等等呢 這個我們就會說到 東方是要一個高沙 坑坑也要一個高沙 氣勢是比較大的 還有西方有水 東流衣離毀 噴有露沙 噴有露沙 這個風水格局就會出什麼呢 出國家的動糧 還有這個也會有 第二個案例就是 坑坑坑也有高大的壽沙 南方有流動的水 東南方也有流動的水 那麼這些水法呢 這個風水的環境呢 就會出高官 還有一些比較什麼 比較高官的 或者宰相等等 那麼我們今天就說下一個叫做灰原地 灰原地是什麼意思呢 去水 我們就會說到一個沉農點葉的部分呢 去水要收農 不易散亂 那麼這個灰原地呢 就是指一個部位裡面呢 它有一個什麼環繞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水 那麼它什麼方位呢 我們以後會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會和大家說 這個灰原地呢 就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長輩之中出一個守衛的人 不一定是大富大貴 它會出一些什麼 族長 族長 就是出一些領袖 接著有一個對比 這個過路應該有一個對比 那麼就 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丙丁曲水 丙丁曲水是丙方有水丁方有水 這樣環繞著它來呢 就好像一個丹西那樣 丙丁的水是不能夠沖的 是要溫柔的曲水彎彎曲曲 那麼我們這個水呢 我們還會說一個什麼叫做反攻水 什麼叫做吉水 那其實就很簡單的 只要大家知道一樣東西 就全部明白了 這個丹西呢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風水好的地方 風水好的一個階台一個階梯 跟著呢 有些不好的呢 就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出現到疑仙流浪去遠方了 還有呢 貧窮了 20年後呢 就會成為破家了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呢 指墳墓啊 南方有路呢 是最不吉的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去看了一些工廠啊 南方有路啊 都是不吉的 它會出現什麼呢 指先而後代會逃亡於遠方 也就會貧困的 這些呢 對於大家以後幫人家集 那個地方呢 是很重要的 吉地的物法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指地方呢 要什麼呢 廣闊平整 可以安居下來 安居下來 那怎樣去商呢 我們就會教大家 怎樣去鎮行 去鎮行體呢 我會教大家 那合理的沙水要揭呢 就一定要合理 因為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地勢是西高東低 水是會東流 那我們就會知道了 如果是西高東低的地方 是空地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為金蘇玉關呢 全部將水和沙 以及明堂等等 的要點呢 全部都告訴大家 那現在有很多門派呢 它都是仿照了金蘇玉關的一些 理論和一些依據來鎮行 作一個解釋 那這些我們就會以後呢 會在上附近的時候 一小小的跟大家說 那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一些地方 就是無所事事的 就是表示這個人呢 沒有什麼出頭 無所事事的了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西高東低 北面背水 那這些呢 就會黑死男人 女人就會什麼 守寡 那現代呢 現代社會呢 就代表男人身體不好 或者男人呢 沒有什麼 沒有前程 得不到出頭 那還有一些是淒涼之地 那這些呢 都是在風水裡面所說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指坎坊了 因為坎坊呢 代表發展 它有流動的意思呢 都不是那麼適合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印證一下 你家裡的風水有沒有這樣報告 如果有這樣的報告的話 建議大家就進行改了 因為風水呢 不是一個心理作用 是要靠什麼改變的 記得 也不是靠 隨便的 隨便那些是沒有風水說的 風水一定會改變的 第一要化太歲 第二要將家裡的風水報告 報告都適合於沙水的要點 和沙水的什麼 規律性 這樣你的家裡或者店舖 或者是廠房 才能夠賺到錢 沒有什麼意外的發生 那些員工 會一心一意去幫助你 那風水呢 還有一些是沒有憂慮之地的 這個就叫做鳳凰池 這個呢 我們以後會上課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 因為有時候呢 可能在推介裡面呢 講得太多 可能大家記不得 歸人家是指什麼呢 是指有錢富貴地位崇高 也就是升官最好的地方 那我們又會知道這個歸型地 是怎樣看水啊 還有怎樣看龍 那個龍和龍的那個形狀 金所欲關呢 也稱為天罡鐵 天罡鐵就是金所欲關的口鐵 那麼它就會講到了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的沙水物法 也意味著整個沙水的佈局 都是按照它來這樣做的 包括有門 開門的口權 還有沙水的要點 什麼為之高一寸為沙 也分為遠沙、近沙、平地沙 那這些呢 我們以後會上課的時候呢 一一會為大家誓講了 那有些人會說 我怎樣可以名城利袖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沙水就是名城利袖 第一是信坤裡面有高山是相連的 坎坊也有高大的山呢 還有一個距離 那麼這個世代呢 是必定聰明 發財當官 一舉成名的 那還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水來幫助你 所謂文 文昌為山 文曲為水 那我們都會 如果有那些學校的話 一進門口 好像一個墨染那樣的水呢 就證明那家學校呢 教的那些人很厲害的 基本上很容易出名的 我們看完之後大家就認識了 所以你想那些小孩成名呢 你選那些小區呢 就要選這些來住了 這一個是風水的密缺 那有些人呢 為什麽調整了 沒有效果呢 他就是在這個 八候天八卦 雙 乎交界處 有一個八個空亡線 不少人學完風水之後 調整都沒有效果 他調完之後呢 就會什麼 大空 會出現有大空 那些人會破財 或者自己幫自己調整 或者幫人調整 輕則出禍 重則傷亡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學懂這個八卦交界似的風水密切呢 幫人調整的時候呢 非常之多問題出現 那這個呢 很多師傅都不教你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風水是師傅找食的一個工具 他教識了你 就變得他找不到食了 是吧 那爲什麽老師一定要教呢 因為試過很多學生 很多的風水師呢 就是因爲不懂這件事 調了之後不但效果反轉過來 是吧 而且還什麼呢 出現了一些異常 空險的一些案例出現 那老師就 開始研究 研究了之後呢 就不得不 將這些事情要講了給大家聽了 免得那些學風水的同學犯了這些毛病 那這個就是叫做八卦交界似的 民用還調整等 那其實呢植物也是很厲害的 那植物呢如果是墳成的… 那個青瘦給子鮮就會輕旺了 那一些的小草等等等等 那薋頭向西呢 那39張就表什麽呢 表示著墳墓寨賣的女性了 我們會教大家怎麼擺一根草 就知道它是男性還是女性 還有那些草頭在什麼方位 就知道裡面的墳墓是什麼人 還有那些草顯什麼顏色 就會知道裡面的人是什麼問題死亡的 其實樹木就不能夠亂去種一些樹的 有些樹是不可以種的 這裡我們一一會跟大家說 還有怎麼可以看樹木呢 你會知道裡面的墳墓是什麼樣子 這裡也有一些很小的例子會跟大家介紹的 在這裡我們就不作介紹了 還有怎麼教大家 在樹木不會傷害裡面的骨灰岩 或者是那些屍骨 是不是 因為它如果傷害被它勾了之後 那些藤屍根勾了之後 很容易會出現有官非 或者是出現有什麼精神失常 或者出現有什麼 會有出現有意外 或者是外面有什麼怪病 中邪等等的現象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們就會教大家怎麼去避免 種一些樹 和避免一些事情怎麼會出現有 勾住那些裡面那些金塔的信息 都會教大家 那這個呢就是 又來屬於一個密傳的一種方法 那立碑呢其實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記得 跟和權方位是不可以立碑的 大家記得 這個很重要的 普通來說都不可以立碑 那特時那些是可以的 那你還要看它的龍 是什麼龍 是山定龍還是平地龍 那我們都會教大家怎麼看的 因為山龍是立碑就不可以立 近位和權局方位是不可以立的 那平定龍呢 我們就會教大家看怎麼去立碑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立錯了碑呢 就會出現什麼呢 家人不安 陰氣會很重 還有一些會出現有些什麼 鬧鬼氣怪異之事 那接著我們又會介紹一下那個立碑 那我們還會介紹一個五王計算的方式 和調整的物法 那我們每年的五王是不同的 那我們為什麼去計算呢 我們又有一個口訣教大家怎麼去計算的 那麼計算了之後呢 我們再通過那個工位的尋找呢 就每個人都認識的了 知道了每年的五王在哪個位置 然後去進行化解 然後進行調整 那讓你家屋呢 能夠不用受五王的侵害了 那麼金素玉關 我們就會介紹一些密傳的一些資料 一些改運的方法 都會跟大家介紹的了 那麼好了 那麼今天就推介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參加我們的金素玉關 過路陰陽的培訓課程 非常之好 我們多謝易元師傅 看看將來的股學金融學會 再為我們帶來其他的課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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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寧 好 man